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一名叫曾伟的中国大陆富豪 1月27号在太平洋塞班岛入境美国的时候 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探员拘捕 那么这位身价亿万的中国大陆地产商 是因为在香港犯事 弃保潜逃 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 香港当局在2010年对曾伟的主要指控 包括曾伟曾向代理人提供利益 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 和有组织及严重犯罪条例 那么塞班论坛报在1月28号报道说 曾伟是上个星期四被逮捕的 当时他试图用假证件进入美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探员是根据指纹认出了他 据美国之音报道 曾伟前几年在海外媒体是被频频曝光 有很多报道都指认 他就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 在澳大利亚花费3240万澳元购买豪宅 但是大陆财新网报道 曾伟曾专门在香港媒体刊登文章 来澄清他和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无亲属关系 另外据中国大陆媒体在1月28号的报道 中国大陆浙江省当天又新增4例H7N9禽流感病例 在进入2014年以来 浙江省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已经确诊有53例了 而死亡病例则是从24号通报的1例暴增到12例 这引起民众的猜测 大家纷纷质疑官方满报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的记者调查 目前浙江省各大医院是人满为患 病人要想住院的都没有病床 需要排队预约 宁波一家医院甚至有几百人在排队等待着住院 被北京大学解聘的经济学教授夏野良 1月26号顺利抵达美国新德西 他准备在美国继续他的学术生涯 目前夏野良正在考虑是前往魏斯里大学 还是哈佛大学或者是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工作 夏野良在北大任教13年 去年10月份被北大解聘 北大某党委书记表明北大解雇夏野良的真实原因 与他公开支持中国法律学者许志勇的新公民运动有关 说到这个新公民运动 我们看中共当局对于这个组织 最近是加强了打压的力度 像日前许志勇博士就被判了四年徒刑 罪名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不过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 许志勇的律师张庆芳在1月28号表示 许志勇会提出上诉 他这样做是以免为其他维权人士留下恶力 张庆芳说 许志勇为同案受审的另外六位维权人士担心 其中一位将于29号宣判 张庆芳告诉路透社 他将在10天内为许志勇上诉 他表示他自己和许志勇都不认为当局会减轻刑期 因为这些判决是事先决定的 但是上诉是一个宣扬自身观点的好机会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